刚刚是做桃园式 把桃园式本来是文字类型改成数值 也改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档案怎么存呢 你就点档案另存 或第一次你点储存 它会出现另存 我的习惯是把它放在 就是有一个成品的资料夹底下 我就直接取今天的日期 20221018的收入 然后这是上午 然后点储存 这样我就存好了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可是如果你换一台新的机器 一定要记得 就是要把那两个范围下载下来 热压桌上热水泡水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刚刚谈到做分析之前 必须要先把资料做资料清理 它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教太多写程式 不太适合放在初阶 好 所以我先写好这些程式 直接让你们大概知道我做了哪些事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看 首先你要打开我刚刚下载好的第二个档案 这个号别的档案 在快速存取的下载 然后这个档案快速点两下 20221017收入 第一版 然后接下来 你现在会看到 这里面有两张资料表 一张 一张是标准的 这是最原始的 这一张是我已经做过资料清理的 然后他只是先把它折叠起来 各位应该知道大于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点一下 这个等一下我们着重都在这边 着重在这张资料表这里 来去跟你做分析 所以你看你只要打开这个收入下底线 Clean title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先快速点两下打开 我们办理打开